中国古时候老子 他说他有三宝 三宝是什么 千世 借解 不敢为他人行 那是圣人 不是平常人 孔子是圣人 老子是圣人 大圣大写 没有自己标榜自己 你看千世 借解 什么事情 推在后头 不敢在人前面 那这个三宝就是他 除世待人的心态 我们要学 我们是反复 诸位一定要知道 净空法死 不是佛菩萨 净空法死 不是圣人 仙人 净空法死 是个很普普通通的人 再告诉大家 没有佛报的人 也没有智慧 我要有智慧 有佛 有佛报 我对于神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三没有道场 没有信徒 人家说我 信徒很多错的 那不是信徒 因为我们用网络 用微信电视 将近 这得利于 在家局势的帮助 他们做的 我的现场 没去看过 网络就更不知道 那是电视前面的听众 听众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我跟听众 没有往来 我不知道他姓 神明谁 我一生从来 不记别人的名字 不记别人的地址 也不记别人的电话 所以我没有电话 我希望我过得清净一点 一个人 一个小房子 可以跌避风雨 租了 今年 八十九岁了 八十九是什么意思 随时可以走 不是明年还在不在 明天还在不在 都没有一定 这是四十真相 所以 讲经 是我一生的爱好 我现在 没有别的期望 没有别的期望 别人公为 你老人家一定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是骗人的 那是假话 可不要当真 一生 我没有怨恨过人 这是真的 啊 毁谨我的人 障碍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我都感恩 为什么 他帮我笑眼障 他帮我送佛会 所以我每天将进拜佛 都回向给他们 我供他们的拜会 希望这一生 没有怨恨的人 没有对不起的人 出出 我都退在最后 我没有站在前面 年岁大了 什么活动 我都不能参加了 现在有一个方法 别人找我 我给他录个十分钟 录个十五分钟 祝福他们 恭喜他们 录一个小光点 他们的活动场所 播放一下 这是我的印筹 其他的事情 老师念佛 念念求生 净土 是真的 我会称之后 未经议 请不吝点赞 净土 我判断 他 我都不悔 你 我 能帮你 找到 献 他